兄弟姐妹们好啊 今天用烤鱼做水煮鱼 用老表家拿鱼了 看一下这大烤鱼 烤鱼烧好了 马上回家去做 看一下咱们水煮鱼的材料 炒鱼一条 葱姜花角八角 麻椒辣椒 火锅底料 用豆盐金针菇料酒盐淀粉 还有那个豆瓣酱 喜欢的双鱼加欢菜 咱们马上开始生这条鱼 咱们先去鱼腥宴 头部一刀 尾部一刀 看一下这个白底就是鱼腥宴 慢慢拍打鱼身 慢慢的抽出鱼腥宴 看一下这鱼腥宴有多长 看一下这两条鱼腥宴 去了鱼就不腥了 从尾部沿着鱼骨 往上慢慢片开 片成这样 把这边的鱼翅也片下来 用小刀给它片成薄片 片成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腌鱼片 加盐 来点料酒去腥 少来点淀粉 加一个蛋清 抓拌均匀腌制半个小时 锅里倒油 放葱姜花角八角 炒出姜味放鱼腌豆瓣酱 炒出红油放火锅底料 炒香加凉水 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下鱼骨 小火慢炖 放酱酒去腥 少来点盐鸡精 鱼骨多二十分钟后 捞入盆中 金针菇豆芽焯一下水 焯熟捞出 下腌制好的鱼片 水开焯一分钟 捞入盆中 把汤倒入盆中 把麻姜辣椒放在上面 把烧好的肉油淋在上面 水煮鱼做好了 马上开始 水煮鱼做好了 水煮鱼做好了 开始吃了 羊吃 老大老二 我家闺女 还有我家家喻 吃吧家喻 水煮鱼 看鱼肉做的水煮鱼 有没有食欲 肉特别嫩 妈妈 看鱼肉这个鱼肉 看看有没有食欲 有时间做一下 女生 跟我们一起吃 那你gren 肉特别吃 好 respon 猜废